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可惜少人知道 照片打完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腳步 來 起行啊來 北港 是一個有三百多年 立宿的傳統鄉頂 最初出名的就是北港豬田宮 在豬田宮的附近 也有很多出名的地方小吃 就像在廟後拋棉 這間隔壁麵刷 生理非常好 走對著鄉天做的來吃看看 我們北港在地 一定要吃我們最有名的是什麼 麵刷骨 讚啦 讚啦 真的耶 不簡單 我跟你說 所有的忙碌 你上去爬文 大家都推薦這個 對啦 這只轉向北港才有的 麵刷骨 麵刷骨 真的耶 認真說 我來這裡也吃過麵刷 吃過 不要吃過 很多人都不要吃過 真的 這齁 感謝我們最愛媒體 跟我們北港的麵刷骨 提供 以前我們老婆在賣 我們家吃麵刷骨 那喔 有一邊滾滾滾滾 什麼麵刷骨 看起來是蠻狗的 所以我們媒體 大力幫忙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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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個美食達人來做提供 要經過我吃過 這樣嗎 對 你吃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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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先吃你們的特色 一定要先吃麵刷骨 那這麵刷骨 你這黃黃的是 兩年 兩年喔 兩年喔 兩年 兩年跟麵刷 廣作會這樣喔 我有兩年 我有麵刷 二千百克麵刷骨 有麵刷骨 有兩年骨 它的 很香耶 口味喔 很層次感 你會吃到麵刷骨 還會吃到那個 涼的香味 還會吃到那個肉燥的味 吃過嗎 好好吃喔 讚喔 讚 讚 讚 真的喔 這你白天吃不得吃的 自己吃不中的 我真的沒有吃過 有那麼滷味的口感喔 對啊 對啊 好好吃 一般我們自己家裡煮麵刷 如果暖暖 我們就不會想吃 對不對 對 因為不好吃 所以你這個味道怎麼香 對啊 是因為我們這個肉肉喔 對 靈魂就是這個肉燥 好香喔 我好像感覺到那個豬 在跳舞的感覺 好香喔 謝謝 真的超香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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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雄這個蛋黃的味道 你不會吃到那個蛋黃的那個菜味 對 對不對 可是它那個蛋黃的那個滑潤感 真的是不簡單耶 唉唷 搞不成這樣 阿姨阿姨有嗎 不是我厲害 阿姨阿姨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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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你小時候就是 媽媽都開始賣麵刷 麵刷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米糕 對 這樣喔 這是豆腐人喔 你吃看看 你看看 這不是豆腐 它不是豆腐耶 是 它不是豆腐 那是什麼 欸 好特別喔 你再醃一個 我猜不出來耶 再吃一個 你吃看看 這不是豆腐嗎 比豆腐比較好吃耶 很好吃啊 對啊 比豆腐更有那個 我真的猜不出來耶 那個精神 它是什麼 那些有蛋白 蛋白 那兩千就在做 蛋白那種很狀態 老婆 對啊 那很糟糕耶 那很糟糕 那都 我們 麵刷裡面加那顆 是兩人而已 不過那兩千 我們就把 我們老婆都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 啊 這裡再下去蒸 所以這裡再切一塊一塊 嗯 這裡再下去肉 所以這個製作過程喔 好乾 要很久 而且它沒有那個 蛋的那個腥味耶 沒有 對不對喔 因為它把肉肉下去 所以它吃到肉肉的香味 好香 所以妳在吃 妳在吃這個 吃出來美食的時候 妳會 妳會 感受到 那個精神 感受到 阿母 阿母辛苦 那個感覺 感受到說 在那天還沒空的時候 樓下煞煞煞就去打 哈哈哈哈 在那裡滷 滷兩聲 對不對 在那裡滷麵 對對對 吃到阿鳳伯爺的麵刷 就像是像阿母所煮的那個氣味 家裡的記者 在天還沒空的時候 就要起來準備這些實材 為了就是 要將阿母的麵刷 再煙燒下去 這真的喔 你不推廣太可惜了 麻煩妳幫我們推廣 有機會一定要來北港這邊品嘗看看 最好可以發揚工廣 你去一些飯店全省台灣 大家都吃到 一間就好了 一間就做不 一間就沒辦法 不夠卡銷 會很費氣的喔 烤麵刷 這很費氣 這媽麵刷 在那邊我沒有在煮這些 麵刷水滾了 好 沒那麼簡單啦 煮這個麵刷要烤點多煎 這麵刷 對啊 這要烤點多煎 對啊 這費工 對啊 你現在要做這麵刷的工庫 我告訴你 油膠工的東西如何吃 嗯 啊 愈鹽又愈健康 好吃 那這個呢 油飯 油飯 白的 白的 白的都拌的嘛 拌好像麻煩的油飯這樣 對啊 我們北港是 用蒸豆去蒸 這是飯先蒸 準備生蒸 真的要用蒸豆蒸 蒸好拌滴油 豬油拌肉 很美味的喔 欸欸欸欸 啊吃起來再刷肉身 好吃 粒粒分明 還有呢跟你講好了 哈哈 你再講一下 粒粒分明 而且 像你說的 我們這個 你說用鮮子蒸起來嗎 所以啊你吃到的是那個 肉手的那個清香感 它會撐出來 啊你還會吃到這個 油飯 本身那個 米飯裡面的甜香 對 讚 鹹濃的很美 當然 謝謝 我米食達人 開玩笑 我經過你的報道 我可能人家更搭 我今天不來的搭 你怎麼可以搭 我 外面人家的白髒都不洗得到 整間店買人家 真的是炒炒炒 看到人家吃得甄甄 油味 真的是替阿鳳伯也高興 但是 說真的 米飯糕 怎麼會在北港才有名呢 為什麼北港這邊會流行這個啊 這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北港條天宮 麻祖部太興了 所以 所以 很多人來拜拜 都會拿麵線 拿紅菇 拿燒頭 大家就想 喔這麵線要怎麼做 為了 用來煎 有來煮 我知道啦 算說大家去告拜拜 煮的總會不會 忘記在關火啦 煮的總會故意啦 這變成米線狗 變成北港特色啦 這樣對不對 這樣厲害嗎 忘記關火的 就炒八股就不好吃了 我認真說 很好吃的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啦 你說阿鳳伯我不會搭 但是你說阿咖咖咖咖咖咖 能用一下 這簡單啦 沒有啦 沒有那麼簡單啦 你等一下看看就知道 我哪會用 我哪會用 我哪會搭 我哪會搭 不可能啊 我 我整個小孩 我哪會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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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會搭 我搭 跟工作人員 我都搭 跟工作人員 嘛 為了我們醫療幸福的獎人 可以吃到這麼豐盛的料理 重點是 不要 錢 不能讓老闆看我們小孩 怕 快 走 怕 說到這 我絕對走第一 如果是認真說齁 麵線還要吃 這麼簡單的事情 哪難得到我 對不對 對 你爸爸說 今天我哪有那麼多 你做一樣的動作 嗯 我今天那一度都不用錢 真的嗎 真的 好 對不對 我來挑戰一下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一顆蛋 首先 踏一顆蛋 對 拜託 這個連鞋子都會做好不好 撈起來而已 撈蛋 對撈起來 然後再把蛋黃用破 好 這樣子搖起來而已 這樣子 你是汙羅的智商嗎 沒有沒有 裡面很多眉眉角角 超簡單的好不好 然後再加這個靈魂 靈魂你喔 好香耶 都真的餓了耶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 換你試試看 今天 我來要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要讓這個都不用花錢 今天你就要來想辦法 後來首先 我還要打蛋嗎 幫你打了 喔你打好了嗎 對 首先要將我們的蛋黃撈起來 簡單 放到碗裡面之後咧 我們後我們做這個蛋 看好看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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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第二關 第三關我們要看麵線 搖起來 搖起來 然後齁 開起來齁 對 好燙耶 小心小心小心 等一下 然後再攔下去 可以嗎可以嗎 這樣就放著 然後攪拌就好了 等一下 燙齁 然後咧 攔一攔 攔一攔好了 好了再攔起來 快燙我幫你拿 我自己來這樣子 我那一桌怎麼賺錢 來 確定嗎 我來 不要燙到 小心喔 小心小心 我拿你來加這個靈魂 真的很燙耶 這樣 加靈魂你喔 好來 靈魂 像作弊還可以 還可以付一半的請教 半價就好 半價就好 半價 半完成 不然你拿著 好這樣不用錢了 不要喔 拉起來好燙喔 我還是乖乖付錢好了 湘婷 吃不到三杯用菜 就要爬上天 沒那麼簡單啦 老闆也會煮麵刷 聽說還有一項 很厲害的技師囉 老闆你怎麼想要 開始做指標 喔 沒有啦 那時候做二十幾年前 看到人在做 覺得很漂亮 很害怕 還要想說 嘖 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在那個 施錶 看到一盆紙雕 那時候 沒有拿來 沒有做 可能 可能對這個紙雕 比較有興趣 所以在做 就上手了 包括我們北港的 那個 青蛙池 是在土甲 搖出來 那種在青條的時候 搖出來 我都要帶一拼 和我們走進去設計 設計這間店面 從以青蛙籽 以紙雕做主題 這紙雕 我今天做這百個 我要鼓勵大家 沒有散的孩子 什麼意思啊 你的作品 才會努力奔跑 所以我盡量心存感恩 我不會去外賺什麼 感謝文阿富 所以這個 這個 很有意義的 這個作品 對 我都會 將這個作品 放在店裡 讓人去感受 我剛才沒有散的孩子 我沒有再想 才會努力奔跑 你自己去感受 阿鳳伯爺的這百度 讓我想起小孩的時候 媽媽那種 無為不至的呵護 有所謂的孩子 真的要頂小 因為我小孩 就是中共看不見 看得很小 算 只有一個 一個雜囊是死的孩子 往往我們 大家族 大家族 大家都會看他 看他 我是希望說 大家 孩子要讓他吃苦 無論如何 要讓他吃苦 吃苦 吃苦是一個生活的經驗 對 這個 這個 不然 不然 不然說 現在手指我 不然怕金 你如果怕金 害到孩子 雖然他已經有 有優惑的 你的 物資生活 不過 他不停消 他想說 這個應該 應該停的 我孩子 我就讓他去疲 讓他去艱苦 讓他去艱苦 他要花一百塊 他會覺得 這一百塊 很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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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艱苦 他也在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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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 他的童年 童年寺的 孩子 大家都 都在玩 都在做過大學生活 他都在這裡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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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關係 你成功 希望 你正面 後面 就能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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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艱苦 啊 方便啊 就用過期的經驗 用在自己小孩的生活上 讓他知道 錢不好賺 想要享受 也就要會 還要吃苦 鄉廷今天 有體會到 古代人所說的一句話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大家說對不對 今天的行程來 來北港 真有故事的 米刷鍋 後一天的行程來 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